請教一下議員 目前整個這個開票的狀況 怎麼樣幫我們講一下 狀況可能沒有辦法通過 我雖然領先 可是總票數太少 我們5萬多了 那還有大概6千 7千沒開出來 這會差一點 對 我覺得 就是不同意 大國不同意 可是總票數要5萬8千 這總體投票率還是低了 對 還是低了 那這其實只差了一點點而已 差一點 差一點 對 這一次目前看下來的話 萬華這邊投票率大約是42% 中正這邊則是37% 有符合您的預期嗎 我們覺得應該跟公投差不多 公投大概46 這投出來大概40 41吧 40.8 其實多投個2 3% 其實就過了 很可惜啦 就是 就還是有些藍營的 沒有出來投票這樣子 這一次藍營跟綠營 整個投票狀況 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嗎 投票狀況 我們贏的比例夠好 可是總數不夠多 就是簡單講就是藍營 如果多一點人出來投 多個2% 其實這個選舉就會過 就罷掉了 很可惜啦 不過我們盡力了啦 也謝謝那麼多人幫忙 義工還有我們的選民 對 不過這一次 這整個罷免案最主要 因為其實罷免案提出好幾個理由 五大理由 但其實最主要應該還是圍繞在 這個疫情相關嘛 對不對 那林昌佐在這一方面 似乎是做得不夠好 我不是做得非常不好 我是不夠好 但我雖然沒過 也給政治人物一個警惕 以後要好好服務 以後要五黨籍 就真的走中間路線 而不是當蔡英文的側翼啦 然後我講過就是 我這個半年來我罷免他 然後發動我跟鄭大平 我看到在選區 看到他的次數這半年 比以前五年多了一百倍 我希望他以後常常到選區來 不要罷掉以後又不來了 然後大家就兩年後再見嘛 兩年後2024嘛 2024就不是罷免 就是正式投票啦 那要搭配各個總統或許人 跟國策地方公共政策防疫 然後兩岸各方面的意識形態等等 我覺得兩年後再 我們國本黨再努力啦 對我們還是要努力了 可是我們還是輸掉了 還是輸掉 可是我們就很認真很努力的 我的力量就這樣子啦 我的力量是 然後集合了30個里長 偏藍的里長 大家幫了很多忙 義工 至少同意贏過不同意 對 是 真的只差一點 但其實最後結果如何 還是未知數啦對不對 只是說現在可能心裡有個底了嗎 還是 對大概差一點 大概差一點 對對對大概差一點 本來就是贏的都一截嘛 幾千票一萬票 現在總數不夠 總數如果多一點的話就過了 我們чики 答案 我們在一起 答案 我們 Terry 我們全部都不知道 你們了ων 我們 我